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遗憾的是 团结政府内的一些成员党政治人物 至今仍然抱着狭隘短视的党派思维 以有色的眼光来看待马华 甚至会以打小报告和污蔑的形式 指责和抹黑马华在团结政府里 事实上 马华对团结政府施政的批评和谏言 都是建立在就事论事为民服务的基础之上 而非无理满马和人身攻击 好 是谁打这个小报告呢 我们不得而知 因为他没有直接的说嘛 此外呢 魏嘉翔他也是有指出 马华拥有数十年的执政经验 对政府部门的行政体系和作业流程有充分的认识 党内也有政经文教各领域的专家学者 有能力为团结政府的施政出谋划策 那么在他看来 马华作为团结政府的一份子 虽然没有出任官职 但是呢 没有阻止马华扮演建设性政党的角色 另一方面他也谈到了 如果国政成员党有意令结新欢 马华会采取的处理方式 假设一些国政成员党出现离心 甚至有意令结新欢 民修暗道暗渡陈昌 选择离弃数十年来犯难以共的盟友 那么 马华也会破虎成州 自力更深 省自独立自主 在这个大会当中呢 魏嘉翔他是有强调了 即使一切必须从头开始 也在所不惜 最重要的是呢 马华必须坚持作为一个政党的定位 绝不能够回到福利团体的位置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